大家好 我是DJ阿周 今天正好是颱風天 那我早上就騎車逛了一下潭市 目前所看到的是玉龍路 高速公路寒洞底下沒有淹水 鏡頭轉到小洞路入圍的這個寒洞地方也都沒有淹水 以往這兩個地方下大雨的時候都會淹水 可見我們最近市政府確實做了很多放置淹水的工程 那也看到有警察正好在巡邏遣到 那把鏡頭呢我們就轉到看到有淹青的地方 就是在勝利路跟東陵路交叉頭的地方 也就是在南一中學的門口這裡 前面這邊的勝利路上正好一棵古堤樹倒下去 整個倒下的樹呢整個都壓除了勝利路 南北向的車輛都無法不容易通過 在這邊也看到我們可愛的大學裡的里長 黃里長 黃區 孫武 黃樹木里長 正好在這邊更離我們東區的區長 在投電話處理這棵樹的事情 滿認真的 那我們鏡頭把它轉了轉到我處的福建 虎尾兩層化群裡面的 這是在公園裡面的情景 倒了幾棵納樹 當然這個樹呢也會倒向路上 那公園內呢這邊呢這個點 正好是每天早上大概6點45到6點50分會有垃圾車來的 那因為今天呢正好是台湾天 也就是我們市場有宣布停止三班三課的日期 那垃圾車我查了一下 今天沒有來 所以說我今天跑來這邊 然後這邊要丟垃圾也不方便了 那有一些人我就跟他說 我們垃圾車下午射點以後才會正常的會出來說 今天早上這邊就沒有垃圾了 不過看到這些樹倒下去 整個都垃下去正好是在這個公園站附近 那有一台車有一台貨車 等一下就會看到有一台貨車呢 也就是停止的地方 正好是這路樹 這公園旁邊的一些樹木倒下來 壓到它 等一下就會看到這台車 這台車真的不幸運的 停到不該停的地方 也就受著這些倒下的樹木質啊 給包圍了 往前走 可以看到這些早上像跟我一樣要丟垃圾的人 但是今天真的是沒有垃圾 昨天還是也沒有收垃圾了 那今天可能要到下午以後 才有機會可以丟垃圾 又知道又把垃圾再回家了 這整個樹倒到這個彎角處 你看整個樹 不只倒了一棵倒了好幾棵 一個的樹是斷裂 颱風還沒有過 但是早上的風雨並沒有像昨天晚上風雨那麼大 那這是在 我準備要往那個 平石公園的方向要去 看到因為平石公園我常常會見走在這路上的 這應該是 路上的一些路樹倒下來 垂圾灑在道路上 那這是樹枝斷裂 並不是完全倒掉的 而是斷裂的 那這個是 總是在初衛的重環區裡面 那一般我們 颱風過了之後 在地上都會看到很多的落葉啊 等等都是正常的 說著說著 我們來到平石營區了 這是我常常會 在早上 利用沉浸時間 見走的一個平石營區的一個平石公園 以前這邊是一個營區啊 那這營區撤掉之後 但是政府把它重畫 規劃重畫去之後 有些土地不要說給拆拆也要蓋房子 目前已經蓋好第一批房子快蓋好 就不把大廣告成那一棟 它總共蓋了三棟 有空到這個可以看看就知道了 那走著走著呢 看到這個對面 這個目前左手邊這塊土地 還是我們國防部的土地 它南邊那一塊也是國防部的土地 不過現在變成市集 很奇怪我們國防部的地 會變成市集地 好奇怪 也看不清楚 反正 反正 上都在做什麼 我們 不然平民老百姓也管不著啦 這個水有沒有什麼利益 我們也不曉得 就當做他們有利益吧 你說呢 我也不知道 不想講 OK 這棵龍樹呢 是早期在 那個 別的地方應該是移過來的 你看它有移植的一個 一個木 那個水泥狀 可以看到 沒有一個水泥狀 把固定當初是移過來的 但是可能 它這個龍樹的早更新 也並沒有 找到很底下 所以說大木 所以大 這是在 這個平時公園的 東邊的 這一頭 也是倒了好幾棵 那整個 我平時在建築的 整個 人行道上 整個都壓住了 整個都倒下 說實在 在台風過後 樹倒下來都是很正常的 那就是要麻煩我們 那個公務局 公園管理課的 工作人員就比較辛苦 他們會出動 在風雨比較小之後 都會出動 來把這些樹木 鋸掉之後 給載走 我覺得 我們還是 比較有在做事的 應該是 公務局 公務管理課 其實他們有些 不能做辦公室 但是 拍在外的一些 打掃公園的 是蠻辛苦的 這個 整根桿 這個樹根 都從 土壤中 給挖起來了 可見昨天晚上 這風雨之大 風雨之大 不過 慶幸的是 就是 解釋目前在東區 我沒有看到鹽水的 以往比較會鹽水的 就是一開始 一開始看到的 玉龍露露的 高速公文寒冬 還有 小東露露的 高速公文寒冬 那一帶 那我們現在最後呢 把鏡頭就轉到 你看看 這也是 在PC營區的 地方 我們等會的鏡頭 我也帶到市區去 因為我等一下 要到市區去買個早餐 那這個看到這個 剛剛講的那個 蓋好的山洞 出都在鏡頭了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是在 看一看 這是在東陵路上 不知道誰家的金爐蓋子 給飛出來了 以往在右手邊這邊的店家 是在我們成功大學旁邊 非常得到賣衣服的地方 可是現在 都幾乎都搬走了 那很多 這個是在 也在東陵路上 看到很多 地上很多碎片的 都是看板的 一些看板 被風吹之後 沒固定的時候 砸碎 不要一掌滿地路置 這兩個 是我看到最認真的 我的清潔隊的隊員 拿了清潔工具 沿路找的那個 我們 排水溝的 蓋子 上面的一些樹枝啊 樹葉啊 什麼炸物啊 把它挖 挖中 裡面那個水啊 維新 那這個影片就到此為止 謝謝各位 觀看 謝謝 掰掰